我希望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 不單止是聚焦怎樣去買錢或者投資 但是更加重要是怎樣去促進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 因為畢竟財政私底下有發展局、商機局、創科局 這些都是能夠帶動到我們未來的整體經濟多元的發展 為什麼說多元發展呢 就是希望我們的發展當然會帶來GDP 會帶來產業、會帶來產值 但是亦都帶來很多高收益的就業機會 讓我們的年輕人能夠有不同的興趣 都有不同的發展 能夠在香港能夠債到一個有質素的生活 以及一個高收益的職位 那怎樣做到這件事 比如我們用一個比喻 北部都會區 現在講一個新田科技程裡面 其實是會做生物科技的 我們會希望看到更加明確的一個產業、產值的藍圖和目標 譬如如果是十幾二十年之後 有沒有一個GDP 無論它是透過賣Goods 即是貨品 即是製成品 又或者賣Services 即是研發裡面的一些license 研發裡面的項目的管理 無論是賣Services 或者是賣Goods 都能夠創造到一個很大的GDP 即是甚麼叫很大呢 是講到10% 現在香港的額外GDP 在十年之後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具體的目標 以至到能夠有具體目標之後 才有一個更加好的積極性 無論是業界、學界、創科界 都有調整這個目標 去為了一個發展的產業能夠去努力 所以我看到就是一個透過政策 去作為政府的一個促進者 去帶動整體的發展 以至到香港的產業能夠更加多元 我們的職位 也都是以至到不同的青年人不同的興趣 去創科也好 科學也好 都能夠他們找到一個 能夠發揮到自己的舞台 在香港裏面 能夠藉助大灣區的力量 能夠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能夠面向國際 去能夠有一個好的發展